接下来关心蒙特利公园市的选举结果 现市议员陈战兴跟梁乔汉高票连任 万事政重点有哪些 现在就请东森新闻记者杨平俊详细的说明 开心握手 相互道贺 明白两人选票在广大选民的支持下一路领先到最后 梁乔汉感动至于也不忘亲口感谢选民 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利 这个是大家的住民的支持的利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只有五个人在那边 但是我们是represent这个residents 我们不是像一个当一个王 就是这样务实的态度 不止在选情开票页上 获得多位华裔选民早早前来力挺 还有其他族裔的民众也特别来祝贺 陈战兴高兴致于也不忘分享 他最想赶快推行的新政策 像这个solar energy啊 这个其他的对环保方面多攻陷 就还有对这个public safety 这个公共安全就因为多点多了这个税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就增加这个警察消防的能力 庆祝两人联手汇出全雷党 现场还和所有支持者一同开心合照 留住胜利一刻 未来如何撑身追击全面提升城市建设 促进商业开发与就业 就看两位的问证表现 东森新闻李中瑶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